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小海民爱生活 火山一直都是一个让人深味的词语 如果不爆发,它便是普普通通的一座山 但是一旦爆发了,岩浆就会在青客间吞噬附近的村庄 残忍地夺去无数人的生命 当年繁华一时的庞贝古城 一夜之间被微苏微火山吞没 蜂拥而来的火山岩和岩浆将一万多个居民火埋 让当时那一刻的时间永久地凝固,无一人幸存 千年后,这座火山淹没的城市被一群考古学家发现了 他们非常的震惊,因为这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 为了还原当年被火山淹没的真相 让他们希望能探索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结果当他们走进这座城市 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人群死亡时最后的姿态和动作 大家心情非常的沉重 这些鲜货的生命只因一场火山爆发 考古人员看到了一对特殊的情侣 男人把爱人的头护在胸前,紧紧地依偎在了一起 其中一具遗骸竟然带着笑容 毫无疑问,这是一对情侣 当危险来临之际,他们选择微笑面对 能和心爱的人待在一起 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幸福的 随后大家瞬间被他们感动的落泪了 还有的人被高温物质覆盖死亡之后 火山浆和火山灰冷却变成硬磕的形状 时间久了,里面的肉体慢慢的腐烂 考古人员在挖掘时,肉体早就没了 只剩得外面的一层外壳,非常的脆弱 为此考古学家灌入石膏,以防止其碎裂 现在的庞贝古称,他已经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单 每年都有超过250万的游客来支离参观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